第四屆两岸电影展 一日晚上在彰化县文化局一楼演讲厅 举行盛大开幕仪式 县长主播员 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行导演 朱元平导演 两岸电影目前幕后贵宾云集 我们这次两岸电影展 是第四屆来举办 我们很高兴 我们彰化县能够共襄胜举 我们知道现在两岸文化的交流 非常的频繁 我们这一次有六部 大陆杰出的作品到台湾来 我们这一次在两岸电影展里面 除了对岸的作品以外 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 有三部 分别是1895 还有小城故事 还有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这三部都是跟彰化有密切渊源的电影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电影行销彰化 让大家更了解彰化 爱上彰化 所以这一次我们把内地的杀生 转山 包括狼在对岸唱歌 等等一些很不错的 很有才情的一些片子拿到台湾 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个 就本月中旬 我们也在西安和宝基 把台湾的最新的年轻人朋友作品 也拿到内地来发 我觉得两岸的这个电影 应该是比香港更容易交流的 因为香港还讲广东话 我们台湾跟内地都讲的是普通话 所以我觉得两边没有交流 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觉得什么事情 从文化开始先进一步的 大家我们做最密切的交流 同时台湾的电影 这两年也起飞了 我可能内地的观众 对台湾的电影也有一些 还认为是以前十年前的那种 有想法比较沉闷 其实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了 所以我希望借由两岸交流 能够把台湾把大陆片做火 大陆把台湾片做火 然后这个文化交流就很亲密的 刚好我在去年有拍一部电影叫《转山》 那是两岸影展的这个开幕片 那生豪 我跟生豪之前 大概在四年前了吧 合作的1895吗 是四年多 五年 五年 然后还有杨景华 还有李嘉莹一起拍的 然后所以一起来共襄圣角 卓县长表示 这次影展特别为大家准备了 小城故事 《1895》附后七日三部 跟彰化有密切渊源的电影 希望能够透过行销彰化 县服也成立影视委员会 提供影视产业的辅助和推动 同时进行两岸文化艺术的交流 期望华语电影交流和发光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